3 2 1 運動彩券已經發行了12年 今天在台中市中興大學舉辦了一場工廳會 希望修改相關條例 幫助業者度過疫情的難關 今天前來參加的由體育署、學者專家、中華民國運彩工會 跟其他相關業者討論相當熱烈 大家都希望將彩券盈餘的管銷費用回饋給業者 繁榮彩券市長的經濟 現在就讓我們看一看工廳會現場的情況 這場運動彩券條例修法工廳會 一共有北、中、南三個場次 2020年9月1號下午 第一場就選擇在財中市中興大學雲平樓舉辦 工廳會由台科大副校長劉戴陽主持 教育部體育署副署長林澤宏 中華民國運彩工會理事長何玉琦 彩券工會聯合會代表等多人參加 雖然台科大副校長劉戴陽表示 要從寬認定經銷商的資格 管銷費用的提撥建議留給下一屆 但是運彩工會理事長何玉琦表示 目前券商受到疫情的影響 收入減少經營困難 這個時候政府單位應該將管銷費用的盈餘 盡快提撥給業者 解決業者的生活問題也增加彩券市場的活絡 我們講的就是管銷費用 沒有用光它就是要分給我們經銷商 我們主張的就是這樣子 這個費用不能再充公 因為很簡單的道理 這些都是我們貢獻新辛苦貢獻出來的 如果再被充公這不應該 彩券工會聯合會的代表 也對劉戴陽副校長的看法 表示強烈的反對 並當場希望政府單位也要一視同仁 加快腳步趕緊解決公益彩券的困境 整個會場的氣氛變得相當的針鋒相對 體育署副署長林哲鴻表示 全台灣共有1600多家運彩經銷商 去年總營業額高達400多億元 也提拨41億贊助運動賽事 跟培養運動選手 現在彩券經營遇到危機跟瓶頸 教育部體育署希望透過公聽會 找到幫助券商的最好方法 今天的意見你感覺怎麼樣 有點火爆是不是 我相信他們也是好意的 希望說把這運彩能夠多贏 希望經銷商也顧及他們全力 我們發行機構也有負責一步的責任 運彩工會理事長何玉琦指出 管銷費用提拨發行損失 賠償責任準備金還沒有用完 這次的公聽會大家一致認為 應該立刻還給經銷商 作為行銷更宣傳費用 希望政府單位能夠體諒經銷商的辛苦 想辦法提升運彩整體的形象 打開運彩營運的一條活路 記者陳文旭李佳金王瑞彤台中報導 所以我們今天透過台灣科技大學 由大洋副校長所舉辦的 好 我跟你講 電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